大家好,最近有两个事件,大家是比较关注啊 网上呢也是比较热 一个就是滴滴事件 另外一个就是安徽邦步的灰州燕事件 老板娘事件 那么我们要把这两个事件啊 放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看清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滴滴事件和灰州燕事件啊 似乎有一点远 但实际上它的本质啊 只向同一个问题啊 那灰州燕事件呢 就是它是一个灰州燕 就是灰州燕事件和滴滴事件 本质上都是资本的问题 那它都是反资本 反资本化或者说反对无良资本的问题 那么而且是代表着国家的层面 和民间的层面 也可以讲就是无良资本 或者说资本化 已经让中国呢 官民共愤 然后都联手啊 对这些无良资本进行一个监管 那么灰州燕事件是一个民间自发的一个监管 那么对滴滴的话 它是国家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所以它是一次官民联手 对无良资本的一个监管 那也说明呢 中国的经济啊 是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中国经济崛起 对吧 当我们说中国经济崛起的时候 它是一个好事 我们会说哎 它是好事 对吧 我们经济强大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它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资本化的问题 关于资本化的问题 我前面也讲了很多 尤其是 就是马云事件 就是 蚂蚁金服上市的时候 那么我也讲到这个问题 资本化的问题 就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啊 我们就出现了资本化的问题 当然 资本化和资本主义化 又有本质的不同 我们中国的话 只可能出现资本化 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化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一轮的 反资本主义 我们的 就是社会 我们的表述就是 社会主义 然后说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制度 核心的制度就是 就是 就是 反资本主义的 所以它不可能是说 出现资本主义化 但是它会出现 局部的资本主义化 局部的资本主义化 就是资本化 我们现在中国 已经到了这个 这个已经出现了 这种资本化 那么 那么当然资本化的 它的 弊端 其实就是资本主义 那么 所以这种局部的资本化 也让我们 我们的 政府层面和人民层面 就是民间层面 都是不满 当然这个事件的话 当然 资本化 其实它的核心特征 就是追求特权 就是资本家呀 这种大资本 它会追求特权 我有钱了 我就应该有特权 所以我们看 辉州院事件和是 还有这个 滴滴事件都是在 都是 本质就是资本特权 它要追求一种特权 那具体表现 辉州院事件的话 我们知道啊 具体事件 其实它是因为琐事 引起的 就是 两位 两位 两位什么呢 两位女士吧 在小区里 一位女士是带着一个小孩 另外一个女士呢 就是遛狗 遛狗没有栓绳 那么狗的话 就让小孩受到惊吓 其实也没大事 但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呢 就 就很 很 很 很愤怒 开始指责这个 遛狗的这位女士 然后还有是司打 所以在这个 情况之下呢 这个遛狗女士 也是不甘示弱 然后呢 说 你要是再敢弄我的狗啊 然后呢 我 我弄你的孩子 你的狗命 你的这个孩子的命 还没有我的狗命贵啊 我家有钱 赔个几千万 没事 灰州院就是我家开的 他直接说灰州院 就是他家开的 那么他的这几句话呀 其实 就是一个争吵 只是说这几句话 代表了一种 一种倾向 就是 有钱 我就可以 无视人命 我有钱 就是有一种特权 有一种优越感 有一种 尤其是这种 不尊重人命的 这种语言 那么 让舆论 让老百姓 是非常接受不了 然后这个事件 就发酵嘛 发酵到什么程度 现在 灰州院 已经成为一个 网红地 就是 安徽 泵部的灰州院 成为一个网红地 很多人去围观 围观并不是去 去吃饭啊 就是围观 围观 看热闹 所以导致这个 灰州院 这个正常的 这个生意 没法展开 而且很多预定的 酒席也退了 所以 灰州院现在是 停业 停业是被迫的啊 那么 后来他的 这个灰州院的 真正的老板啊 就是这位女士的 丈夫 也是出来 道歉 也是无济于事 现在是 停业的状态啊 所以这个事件呢 其实就是一次 民间的 对无良资本的 一个监管 他完全是自发的 舆论 完全是舆论 没人管的 所以这说明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一说 反资本主义啊 包括西方 对中国的看法 他总是把这个东西 看成一个政府的事 是共产党 是因为共产党 才反对资本主义 是因为共产党 才反对西方 那么我们从 灰州院这个事件来看 反对资本主义 在中国 他绝对不单单 说是共产党的问题 而是人民的问题 是老百姓反对资本主义 是老百姓反对资本化 是老百姓反对 这种无良资本 是老百姓反对 这种有钱 就可以 就可以飞扬跋扈的 这种做法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 要理解这一点 才真正的看懂中国 看懂中国文化 而且共产党的成功 就是因为 他尊重了人民 如果你脱离人民 是不可能成功的 共产党也是分成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陈独秀 到王明这个阶段 他是崇拜苏联的 他也是脱离中国实际 脱离中国人民的 他是失败的 他是失败的 然后从尊业会议 确立毛主席为领导地位 然后共产党 才真正的成为共产党 毛主席和之前的共产党 有本质不同 他强调的更是中国化 就是要尊重中国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 要尊重中国的基层的人民 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就是群众路线 那现在我们现在讲人民至上 共产党是靠着这个成功的 他是服务于人民 依赖人民 尊重人民 所以采取的成功 所以呢 我看我们看国共之争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种战争 我们讲内战 它的根本在哪里 根本 那么其实有两个层面的 一个层面是 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为国民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 当然他也是脱离人民的 所以他失败了 那么共产党 走的是共产主义 对吧 这是第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反资本主义 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反资本主义这个事 就已经完成了 三年解放战争 就是反资本主义 所以资本主义 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因为我们已经反了 所以他只能出现 这种局部的资本化 局部的资本主义化 我们叫资本化 那么 这是这个 就是老百姓反对 这个资本主义 那同时国共之争呢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共产党代表的是传统文化 而资本 这个资本主义 就是蒋介石这一派 他是彻底反对 反反反 保定中国文化的 我们知道新海革命啊 新文化运动 这都是国民党的事 新海革命 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 然后新文化运动 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 所以他是彻底否定 中国文化的 那么共产党 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共产党是对这种 新海革命以来 这种绝对的反对 中国文化的一次纠正 一次否定 他讲理论连以实际 要尊重中国实际 那尊重中国实际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的文化呀 他不是在学术层 我们的基础 不是在学术层 是在实践层 不是中国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一理 我们讲新性 并不是说是因为 四书五经这么讲 因为是恐懵这么讲 所以我们才有这种文化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基础 在基层 在实践 在基层的老百姓的实践 是因为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 就是这么一种活法 就是这么一种理念 那么四书五经也好 恐懵也好 都是对这种 文化的一个总结 一个提炼 一个反应 那么 所以呢 你在这个文化上 在学术上 打倒四书五经 打倒恐懵 这没有用的 因为这种理念 是深入到老百姓的骨子里的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所以 尊重中国的 就是毛鲁锡讲 这个尊重中国的实际 以实际为本 其实就是以中国 以传统文化为本 就是以毅力为本 就是以新型为本 我们的毅力 新型不是写在四书五经中 而是写在人民中 你尊重人民 就是尊重毅力 就是尊重新型 也就是实际上 尊重四书五经 尊重恐懵 所以这是有一个悖论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那么 那么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 是通过实践这个路线 更 就是更好的继承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 继承了我们的毅力的文化 继承了我们的谣唇之道 所以他取得了成功 所以真正和 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 对立的 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 而是中国的文化 那么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也是因为它 更符合我们的理念 我们很难 中国我们是以 毅力为本 以人心为本 那说到这个资本主义和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化 反对资本主义 从它的名字 我们就看得出来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就是以谁为本 以资为本 以钱为本 对吧 以钱为本 这个 对于我们一个 万年的这种 毅力文化 新兴文化来讲 我们绝对不会接受 以心为本 以资为本 那么其实 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提出共产主义 它其实也是来解决 这个资本的问题 以资为本 肯定不行 以资为本 在当时来讲 就带来了 就是这种资本家 对无传阶级的压迫 那么这肯定不行 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 其实在西方 是一个异类 也是一个侠客 那他关心基层的老百姓 那这一点 在理念上是和中国相通的 就是关心人民 那么 那他 就是说 马克思也看到 以资为本 肯定不行 应该以人为本 所以呢 马克思主义希望 以人为本 去解决 以资为本的问题 当然他的路 他的方向也是 通过研究经济 研究哲学 他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对吧 就是 生产资料的 谁掌控生产资料的问题 他认为是资本家掌控 这个生产资料 就是产权 用我们现在的话 讲就是产权的问题 解决生产资料的产权问题 他认为就是 生产资料的产权 应该归 应该共有 不能为私人所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又提出了一个共产主义 就是 其实共产主义 就是产权共有 尤其是生产资料共有 那么 马克思主义 也是希望以人为本 他的根本目的 并不是说 这个产权的这种变革 就是共产主义 而是说 把以资为本 变成以人为本 他这个出发点 是完全正确的 百分之百的正确的 那只是说 马克思 就是 因为在当时的西欧的情况下 他 这个 提出以人为本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什么是人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 把人 人是什么 没有搞懂 当然不是说 不是说他自己的水平有限 而是说整个的 就是 西欧的 文明的程度是有限的 他们没法 把人是什么搞懂 那我们现在知道 什么是人 我们现在 就是西方是怎么定义人的 我们学了 我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 我们了解 就是国富论 国富论被称为这个什么经济学的 这个经典 原点 那么他的作者叫亚当斯密 那么 他说这个人就是经济人 人是经济人 就是人的本质就是 就是对财富的这种追求 就是消费 就是利益的最大化 就是效用最大化 总之 人的本质就在于追求财富 追求这种物质化的财富 所以我们看 为什么西方会出现资本主义 那么从他这个定义来讲 其实资本主义反而是好的 因为人本是就是追求 就是挣钱的嘛 挣钱是人的本质 追求 追求和占有财富 是人的本质 然后他还定义了产权 就是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产权 财产权 所以人的本质在于对财产的拥有 对财产的占有 这个叫产权 所以西方会发 非常重视产权 那非常重视这个资本 如果按照他这个定义啊 那其实我倒觉得 是没有问题 资本主义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人本主义 对吧 他认为人 人的本质就在于对财产的占有 那么人的本质 所以资本的本质 资本就是人的本质 对吧 所以从他这个定义 必然会退出资本主义 那么马克思主义 他只是反 就是只是看到了事实上 这种 尤其是英国 这个工业革命的期间 这种资本对劳动者的这种压迫 他看到这个事实 那么他在反思 但是他无法超越这一点 他无法理解 人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马克思对人的理解 人的理解 也没有超越亚当斯密 其实他认为人的本质 也是对资本的 对资本的一个占有 对财产的占有 只是说这种占有应该公平一些 对吧 那么资本主义的话 这种事实上导致一个财产的占有 就财产的财富分配的是不均的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财富分配不均 这是西方的一个顾忌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确实是在资本 只是说应该平均 不应该少数人 占有财富 占有生产资料 然后剥夺这个 多数人 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也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在苏联失败的根源 然后苏联为什么又回到 就是俄罗斯 为什么又回到这个资本主义 因为马克思对人的理解 没有超越资本主义 他是企图只是说改变这种产权的 这个制度来让这个财富分配 更均衡一些而已 所以就是马克思对人的理解 也是一个误化的 我下边会讲 所以呢 就是资本 就是资本的问题 就是以资为本 以资为本的问题 以资为本 咱们中国是没法接受的 那么所以马克思主义的 以人为本呢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 中国也没法接受 因为马克思的人本 依然是资本 那么他只是说 希望这个财富分配 均衡一些而已 所以呢 那我们要看 就是谁把人搞懂 我前面有一期 专门来讲了个事 我说只有中国人 中国文明把人搞懂了 那西方文明啊 无论是从古代 还是现代都没有搞懂 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 人的本质在人心 人心是什么 人心是思考的器官 就是说人的本质活动 在于思考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 这点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孔孟那个时期啊 都会经常讲的这个 就是人和亲手的区别在哪里 尤其是孟子 人和亲手的区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人会思考 人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人会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判断 独立的选择 会判断什么是合理 什么是不合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然后那么基于这种判断 然后他会选择 到然后最后形成行动 就是人的行为啊 他是会选择善的 聚吃恶的 选择适的 聚吃肺的 因为他会有种选择 而动物的话 他是基于本能的 所有的动物 当然有些动物 似乎看起来智商高一些 但是他根本上来讲 他的行为是 是基于本能的 他不会对外界的环境 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然后做出独立的选择 他不会因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他会一直按照他那个模式来行事 这就是动物 他也有大脑 但是他是按照本能 就是他是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来做事情的 而人的话 他不是他不会受注意固定的程序 他会独立的思考 他会因应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人的本质在思考 那么我们中国文明 我们就是以人心为基础来建立的 那也就是在我们的文明之初 在我们的文明意识 我们的古人就意识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在思考 然后我们人的最本质的功能 就是他具备这种思考的功能 然后我们把这种思考的功能 给了他一个定义叫什么 叫心 所以中国的心这个字 他就是指思考功能 就是指人的思考功能 所以这个孟子就讲 心之观 则思 心之观则思 这个观就是观员的观 观能的观 那么心之观则思就是心的功能 就是思考 那心也就是思考的器官 这个器官是虚拟的 就他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 现代人会物化 会认为心指的是心脏 那我们古人认为是用心脏在思考 这完全高反了 心的定义是就是定义思考的 那么心指心脏是指第二意 并不是说古人认为 错误的认为用心脏在思考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把思考这个功能独立出来了 然后我们给他来个定义叫心 然后用心 用心这个汉字来指代心脏 是第二意 第一意就是思考 那么思考是高度抽象化的 其实我们的中国的文明 也是高度抽象化的 反而我们现代人 很难理解这一点了 就他 我要只能用计算机术语来解释比较好 就是我们计算机 我们的手机 软件 软件 APP APP 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当然尽管说最终 执行的时候 它要靠硬件 靠CPU 靠芯片 但是呢 它的逻辑本身是独立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应用一个APP 我们在有在在微信聊天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功能 我们只需要点对吧 按钮 我们根本不需关心 它背后这个芯片是怎么运行的 CPU怎么运行的 这个我们不需关心的 对吧 我们只需操作这个APP就行了 所以呢 芯其实就是软件 它是软件 当然它的它的具体运行是需要硬件的 需要大脑的 但是我们不关心它的硬件的问题 我只关心思考本身 它的功能 它本身是独立的 就是中国文明 我们从文明一开始就做到这一点 我们意识到 人的思考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而且是人的本质 我们给了它一个定义叫心 我们认为人的本质在人心 这也是中国学术的核心 我们讲四十五分 就是心性之学 意理之学 心性和意理是一个东西 是不同的侧面在说 意理就是心性 心性就是意理 所以到后来 宋明理学就就讲心机理 性机理 就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人心就是理 这个我们在 哪怕没有读过书 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也懂 就是我们知道 做人要讲理 讲理是什么 就是凭良心 凭良心就是讲理 说的凭良心 讲理 其实就是说你的思考 你的这个行动 是在你的心的 这种指导下完成的 你的心 每个人都有心 每个人都会思考 你每个人 你都要思考一下 你要扪心思慧 磨磨良心 你这样做 符合不符合你的良心 这就是思考 这就是选择和判断 基于良心就是好的 那么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我们认为啊 人的本质是在人心 如果要以人为本 必须以人心为本 就是心本 那么我们看 就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 我们在这点来看 中国文化就是心本 以心为本 或者以理为本 就是我们以义理为本 以义为本 以理为本 也是以心为本 或者以道为本 这个道 就是我们义理 是儒家的道 不是道家的道 道家的道是一个义类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就是 中国文明啊 我们就是建立在心性和意义的基石之上 那么这种 这种文明啊 它是 首先我刚才讲了 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以人民为基础的 然后才反映的上层的学术 上层的这种制度 那么我们 出现这个政府反而比较晚 是从姚顺时期 姚顺时期才有这种 才有这种正式的政府 然后所以我们叫姚顺之道 姚顺之道 姚顺之道 其实就是把这种义理 这种心情的概念应用的 政治上去 应用的这个社会治理上去 那么我们形成一个义理的秩序 当然义理化的秩序 在政府之前也有 只是说 我们在政府的出现之后 我们形成了更正规的 正式的一些制度 政府本身也是一种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的 它的基石是义理 保证这种义理的秩序 所以中国的政治 就是义理化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 也是一个独立的行业 是一个义理行业 官员的话 是专门为社会提供义理服务的 这个职业群体 那么 这就是我们大学讲的 大学四书五经之首大学 讲的是国以义为例 不以利为利 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 他讲的就是这个国的属性 这个国是指的是政府 或者是治国 它是以义为利 就是说是专门为社会提供义理服务的 不是谋利的 不能求利 那么 所以呢 后来也是出现了学术 我们学术的出现更晚 比如说我们说儒家 他是到春秋的时候才有 那么无论是学术也好 无论是从这个制度也好 其实他都是 就是基于这种义理的 那也是基于民间的 就是他是和老百姓是一体的 那后来就就是有一个话来说明这一点 就是这个水能在舟 也能复舟 就是老百姓人民是谁啊 上层的政府 其实也包括上层的学术 是舟 这个基石是老百姓 那么我们更早的 这个水能在舟也能复舟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话 那后来魏征来引用 他是来引用的古语 具体在什么时间 就是非常古老了 那么应该是在尧顺之后 产生的一个话 包括还有是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然后到孟子讲 民为贵 设计赐旨均为轻 都是在说这个事 这不是空话 它恰恰是代表中国文明的内核 文化的内核 也是制度的内核 它都是由制度设计的 有理念有制度 它并不是一个说教 我们现在很 就是我们一提的这个东西 我们往往会认为是一个说教 民为邦本认为是说教 它不是说教 它是一个事实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能看清这一点 为什么 什么叫民为邦本 我们发现 中国历史上 它是由 就是 周期性的出现农民起义 我们会把农民起义 说第一次农民起义 说的是陈胜吴王 其实 之前的 就是商汤 商汤罚下节 武王 周武王罚商众王 他都有农民起义的特征 他的人民 他的军队也是来自农民 也是 自愿的造反 所以我们就是 由政府以来 我们就有农民起义 为什么 这就是另外一句话 礼师求诸也 礼师求诸也 上层失礼 就是上层 不讲一礼 不讲道 不讲礼 那下层的老百姓 会出来纠正 所以我们的农民起义 其实就是 礼师求诸也的 一个 一个具体的展开 不是说 你求诸也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 你能求诸也 比如说 你的上层的政府 能够对民间的 这种先达人士 然后把他选拔 就成官员 其实官员选拔 也是一个礼师求诸也 这是正常的 对吧 如果说你失效 然后你不这么做 你偏离了一礼无道 那么老百姓 会主动的来纠正你 这就是农民起义 它不是一个议谈 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 是个常态 不是议谈 如果说我们把中国历史的 当成一个整体 农民起义是一个制度 注意 农民起义是制度 就是它会周期间的出现 中国的制度 就这么设计的 就要有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 不是说是一个例外 它是一个常态 就是说 我们在农民起义的角度 我们把农民起义 当成个制度 当成个常态 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民为帮本 本顾帮营 本不顾 你可能要被推翻 所以我们看 共产党为什么成功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们知道毛主席 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井岗山开始的 是战山为王 是农民起义 毛主席是发动农民 来造反 造谁的反 造国民党的反 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因为你不尊重人民 你脱离中国世纪 脱离中国世纪 你否定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这个安徽的 辉州院事件 它非常像一场农民起义 那它反对的是谁 反对的是无良资本 反对的是资本化 我们以前一提农民起义 我们反对的似乎是 都是政府 但是现在对人民威胁最大的是什么 是资本 所以老百姓自发的去反对资本 所以辉州燕事件就是一场农民起义 它反对的是无良资本 无良资本 我刚才讲资本化 资本化 就是这些资本 它都是在谋求特权 都是在 以物为本 就是资本是以资为本 中国是新性文化 义理文化 我们是以新性为本 以人性为本 以义理为本 那么 这个西方的话 它都是以物为本 当然这个物在不同的历史层面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 在现代 这个物指的就是资本 以资为本 就是以物为本 以物为本 就是灵物而欺人 灵物而欺心 账物 账资 账人有钱 来欺下老百姓 然后以 那么 这个滴滴事件和 辉州燕事件就是一个表现 那辉州宴这个老板娘呢 因为辉州宴呢 是一个地方企业 对吧 安徽邦步 也是一个传统企业 就是开饭店的 那么 这个 这个老板娘呢 就是说 我有钱 我可以随便弄死你 当然 这只是输入而已 比如说 他真正能弄死 但输入也不行了 你说你就不行了 所以 遭到我们老板娘的反对 我要对他起义 对他进行监管 我们的监管 不一定说来自 我们的纪委 来自我们的国家机关 我们老百姓也在监管 对吧 我就要让你 生意做不好 我就让你关门 就是来自老百姓的监管 那么滴滴的话 滴滴的话 就是这个辉州燕 其实他也是认为 我有钱 我就应该有特权 这个特权 他在什么程度 我可以无视 别人的生命 我可以 我赔钱 对吧 那么这个滴滴事件 他是什么 他是无视国家 目视国家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对这个滴滴的 这种监管 这种 做法也是说 你是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 又管你的国家安全 那么不是说 就是 就是 滴滴啊 就是滴滴上市 他很低调 为什么很低调 就是他已经意识到有问题 我们因为近期也在出台这个法规 比如说我们也出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只是说还没有正式实施 我们是6月6月份公布了全文 然后9月1号实施 那么当然这个背景还是中美之间在对抗 对吧 中美对抗 然后 所以对滴滴的监管呢 也就涉及着 对美国的一个 一个问题 因为滴滴的话 他是一个 全国性的企业 就是他和辉州院不一样 他不仅是全国性的世界 不仅是全国性的企业 而且他是一个所谓的高科技 他会收集数据 收集国家的数据 那么同时 他还是和美国有勾连的 就是他的主要的股东是美国的 是外国的 是日本的是美国的 日本和美国 现在是什么关系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滴滴不仅说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 而且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他和美国有勾连的 甚至说他的这个高层 有美国的退役军人在里面 那么所以呢 就是那么他也在谋求特权 那么他为了他的资本 他企图来就是来逃避国家的监管 来无视国家的利益 那么你这个低调上市 本身就是显然他是意识到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这也是一种特权 无视国家是更也是一种特权 那么国家我刚才讲了 在中国我们的国家呀 政府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毅力化的 他是代表着毅力的 我刚才讲大学讲 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 他这个国其实就是国家 就是政府 就是整体的国家 他是一种异理式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 不是什么像一个英国人说的 什么文明性国家 我们是异理性国家 心性性国家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异理和心性之上 我们的国家的目的就是在维护 这种异理化的秩序 让老百姓能够率性 尊重每一个人的人心 尊重每一个人的人心 每个人都有人心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人心 这是国家 我们是异理性国家 所以我在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精忠报国 我们很多人就是 民主英雄 都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保卫国家 就是这个依然是现在中国的最高的价值 最高的信仰 就是我们不惜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 保卫国家是什么 就是保卫异理 就是保卫我们的这方文化 我们是一个奖礼的国度 我们是一个异理的文明 我们要维护它 那春秋的时候就就一下之变 一下之变 一下之防 所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异理性的国家 那有些资本来无视我的国家 无视国家利益 那就是无视我们的传统 也是无视人民 那么滴滴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都是在追求一种特权 都是以资为本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以心为本 以毅力为本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真正的说反资本化 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我们中国的毅力文化 就是说应该是心本 不应该是物本 以心为本 而不是以物为本 资本主义的话 以资为本 也是以物为本 那么 那么我 就下面就会再多讲一点 这个比较理论一些 比较学术一些 那么 我们怎么去反对资本化 其实反对资本化 其实是一个传统的问题 是一个老问题 而不是一个新问题 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是一个老问题 就是心物之变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心物之变 为什么我们提出来心物之变 就是我们希望以心为本 我们不能以物为本 但是呢 我们中国呀 就是在周期性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春秋时期 为什么要讨论一下之变 所谓的蚂蚁文化 我们受到一种外来的蚂蚁文化的干扰 我们出现了礼崩乐坏 我们偏离了我们的心本文化 而出现了一种物本文化 我们崇拜一种物外物 所以呢 就是心和物的问题啊 就是在春秋时期 在战国时期就出现讨论 你比如说 这个后来啊 朱熹就提出来 这个存天理灭人欲 这个天理就是人心 人欲的话就是物 为什么要这么提 就是人受到外物的影响 而物化了 偏离了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心本文化 而被受物本文化所主导 所以存天理灭人欲 那么这个话呀 不是朱熹提的 是来自李济的一篇文章 叫乐记 音乐的乐啊 乐记 那么就提到这个 就是人心和外物的问题 那么 所以呢 那么就是中国文化呀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学术啊 譬如孔孟时期 为什么要出现这种学术 包括我们为什么到后来的发展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宋明礼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王阳明啊 朱熹 朱熹为什么提春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为什么提智良知 其实都是在我们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这个心本文化 那么当然每个时代又 这个这个问题又不同 所以我们因应这些问题 提出来一些新的这种学术的观点 那就表现在我们学术的进步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它并没有什么进步 从孔孟到朱熹到晚清 这个人心就是人心 我们就是尊重人心的一种自然状态 就是中庸讲的率性之味道 率性就是遵循我的本性 那么 所以呢 就是一个心 心物对立的问题 我们从物本 从对外物的信仰和迷信 拉回我们的本心 这就是智良知 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那么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资本化的 资本化已经非常严重的今天 我们同样需要 存天理灭人欲 同样需要智良知 要回归到我们的传统化 我们才能够看清 我们眼前发生了什么 啊 啊 感谢观看